全民奥运热潮你跟上了吗 今年台湾选手表现亮眼 亮到唤醒郭台铭的小宇宙 踢出得到金牌就给一亿 几款有钱任性的言论 高的地方家长们差点一秒就要把小孩送去训练 就在运动仓地即将爆满之前 这么狗仔哥哥朝前部署 7月29号就来到了台北网球场 看到了一位练习ING的小男孩 哦吼是哪位母亲大人如此有远见呢 好开心 系列就是善心爆棚的防疫美少女贾永杰 趁着全台讲到二级境界 赶快带着12岁大的儿子恩恩 出门活动活动筋骨 吸收日月精华 你只要让你的脑子输入一个 就是要动起来这样子的讯息 你很快就可以出去跑步了 此等强大的精神力运动法 就给各位读者参考 臣妾躲不到啊 是说贾永杰可是征服过三天的女人 根据遗传学来讲 想必儿子的运动能力 应该也不会太差 加油fighting 儿子恩恩持续在球场上跟教练讨教挥洒青少年的汗水 镜头立刻钻向另外一旁的贾永杰 夏天就是要吹人气啊 不然要干嘛 喂 贾永杰才没有那么不负责任 她立刻走进球场 关心儿子的练习状况 就算捞步的事业 左横大孩子的教育 一样不能等 家用杰也充当一日小粉丝 把儿子运动的英姿记录下来 还可以确认姿势正不正确 以后你就没拿减少口 怎的专业 下课时间一到 就是大人跟大人交流的西村了 教练正在认真的讲解 巴消变的目光 一直被贾永杰的眉腿吸引过去 伴随着贾永杰爽朗的笑声下 他和儿子离开了网球场 如此文心的母子背影 消变这里帮你增长起来 不用谢哈 紧接着贾永杰开着要价161万元起的 特斯拉Model 3前往下一站 他们来到了艳光所犯事情 方毅女生的一天 果真是塞好塞满 事情办妥后 贾永杰便带着儿子回家休息 毕竟被子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没事不出门 不出门没事 才是上上策 娱乐动新闻报导